其實我的立場就是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我想這個就是 我們市府團隊 大家一直以來的態度 所以像北流這個 1.9億的調節反向 我們已經研議 接下來我們應該會用 電付的方式 也就是避免一直產生利息 以市民的權益為最優先的考量 那之後 我們這個電付經過議會同意之後 就接下來最快10月開議議會通過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行支付 不要讓他每月產生八十萬的利息 其實當時法務局並沒有 在最早的時刻其實掌握 提供法律的專業意見 或是對整個案件的進度進行相關的管控 或是從外部提供專業的評估 所以昨天我們在市政會議上面 給法務局提了一個很具體的建議 就是未來不只是訴訟 包括仲裁包括條件這些案件 只要標的金額超過一千萬元 就必須知會法務局